穷女孩意外与千万豪车相撞 没想到黑帮少爷竟对他一见钟情 为了引起女孩的注意 少爷故意耍无赖说 要买女孩的四颗葡萄 女孩以为遇到了神经病 可善良的他 还是将水果卖给了少爷 怎料此时 突然出现一群恶霸抢收保护费 他们完全不把黑帮少爷放在眼里 双方一言不合打了起来 可没三两下的功夫 恶霸便起起倒在地上 但少爷还是不小心被划了一刀 女孩拿出手帕捂住他的伤口 十分担心地询问他的情况 而此时恶霸依旧不甘心 幸好少爷的手下及时赶到 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离开时 黑帮少爷依依不舍看着女孩 为了能再见女孩一面 少爷竟跑到他所在的大学 正寻找时 女孩竟一头撞进了少爷的怀里 可少爷却一把将他拉倒角落 还捂住他的嘴 让他不要说话 女孩下意识认为他是流氓 于是拿着书狠狠砸向他 没想到正好砸中他受伤的手臂 女孩赶忙向他道歉 看着他担心自己的模样 少爷瞬间觉得心里甜甜的 他拿出手帕想还给女孩 可女孩却让他收下 就当是对他的补偿 少爷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女孩却匆匆离开了 少爷顿时感到一阵失落 夜晚 少爷阿智盯着那块手帕入了审 连堂弟进来他都没察觉 堂弟猜到他的心思 又看着他亲手折的纸心心 便鼓励他勇敢去追求女孩 可阿智却因为自己的黑帮背景 不想把他拉进危险的世界里 第二天 女孩到妹上学时 打开储藏柜 竟看到了一枚纸心心 到了图书馆也发现了一枚 似乎他无论走到哪里 纸心心就会跟到哪里 尽管有些疑惑 但他还是很开心 经常看着心心入了迷 而这一幕 恰好被偷偷注视的阿智看到 他立马猜出这是堂弟的杰作 堂弟不但没道歉 反而还是出激将法 如果他不去追倒妹 自己就下手了 阿智似乎是想通了 于是他鼓起勇气跟倒妹搭讪 一边聊天一边送女孩回家 得知倒妹是因为讲学金 才能在这里流血 气氛顿时变得暧昧起来 倒妹只觉得浑身发麻 便赶紧逃离了他 从那以后 两人慢慢的熟络起来 倒妹逐渐沦陷在黑帮少爷的温柔里 无法自拔 夜晚总是会想起两人美好的相处 看到少爷写给他的情书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动 但阿姨却提醒他 不要和黑帮少爷走太近 因为他不仅是本地 最大黑帮首领的小儿子 还有个极度心极强的未婚妻 倒妹的心顿时凉了一半 他下定决心要和阿智断绝联系 恶毒的傅佳女 直接将整个蛋糕砸在了穷女孩脸上 只因为五分钟前 女孩不小心弄脏了她的礼服 即使未婚夫到场 傅佳女小茶依旧不肯罢休 阿智好不容易拉开了小茶并警告她 如果再发疯就取消两人婚事 小茶这才收敛了气焰 可阿智却觉得落寞无比 自从那次她把情书送给倒妹后 倒妹便开始躲着她 带着机会向她问清楚 倒妹为了让她死心 便谎称自己在泰国有男朋友 两人根本不合适再见面 阿智顿时感到十分失落 难道自己只能接受家族联姻 就此认命吗 可她却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 她还是无法忘记倒妹 于是她偷偷关注女孩的一举一动 默默跟在她后面保护她 阿智都觉得无比的幸福 不料这天她突然发生了意外 死里逃生的她醒来 看到家人的尸体 再也控制不住 失声痛哭起来 这边的倒妹得知消息后 十分担心阿智的情况 于是她假扮成护士 偷偷潜入少爷的病房 看到她重伤的模样 她心疼地流下了眼泪 此时醒来的阿智以为自己在做梦 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内心 向倒妹诉说着情谊 倒妹鼓励她振作起来 这时房外传来小茶的声音 倒妹立马躲进卫生间里 进门的小茶马上发现不对劲 本想搜寻一番 却被少爷的手下阻止了 小茶只好不甘心地作罢 倒妹顿时松了一口气 两周后 两人在阿智家族的葬礼上再次相见 阿智再也无法藏住内心的渴望 她安排手下送纸条给倒妹 倒妹如愈而至 阿智激动地抱住了她 在她最脆弱的时候 女孩就像天使一样 给予她力量和支持 阿智再次将她搂入怀中 也许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他们都不愿放开彼此 不久后 阿智通过一系列的考验 得到了手下的认可 正是接替了黑帮首领的位置 她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倒妹 于是偷偷来到倒妹打工的地方 倒妹捡水果时 阿智故意触碰她的手 倒妹立马被撩得七上八下 随后他们就像一对热恋中情侣般 到处游玩 空气中顿时弥漫着粉红色的情愫 此刻的两人眼里只能融下彼此 可阿智怎么都想不到 因为这次的放纵 会让倒妹陷入深深的危险之中 傅佳女拿着一百多的开水 直接泼在穷女孩脸上 还大骂她是贱人 可谓婚夫丝毫不顾及傅佳女的感受 立马带着穷女孩去了医院 一路上不断地安慰着女孩 医院里 女孩被奋力地抢救 眼睛被裹上一层厚厚的纱布 阿智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外 这时傅佳女小茶跑来兴师问罪 因为她从别人口中得知 阿智跟倒妹的关系不一般 但阿智不愿跟她纠缠 警告她如果再闹下去 两人婚事就取消 小茶这才收敛了气焰 可内心却种下仇恨的种子 她要让女孩生不如死 阿智担心地回到病房 她动作轻柔地帮倒妹解开了纱布 关心地询问她 能否看得见自己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 阿智激动地抱住了她 庆幸女孩没有什么大碍 她贴心地送倒妹回家 正想说些什么 倒妹却捂住了她的嘴 还说以后两人不要再见面了 可阿智无法接受 她不希望跟倒妹一刀两断 但是命运总是捉弄人 如此相爱的两人 却偏偏不能在一起 为了保护倒妹的安全 阿智特意留下了保镖 可她却还是放心不下 于是她又去倒妹家里 她把黑帮家族的传家宝送给了她 倒妹知道阿智这次是认真的 她的心里突然感到振振刺痛 他们用最后一个拥抱 结束了这段有缘无分的爱情 但事事无常 这天倒妹在工作时 突然被一群人绑架 她拼命挣扎去无果 等再次醒来时 她发现自己身处黑暗的屋子里 这时突然进来一个陌生男人 男人正要对倒妹动粗 却发现了她脖子上的项链 男人认出这是阿智家族的传家宝 顿时心生一计 她派手下去给阿智传话 原来男人见一是阿智的死对头 当阿智看到项链时 再也无法藏住心中的怒火 她不顾手下的反对 决定孤身一人去找建一 夜幕降临 阿智来到了跟建一约定的地方 两人开展一场胜负对决 一番打斗过后 阿智处于下风 就在建一要解决阿智时 保镖及时出现 让阿智躲过一劫 双方一言不合又再次打了起来 这次有了手下的帮助 阿智占据了上风 建一很快就败下阵来 她找准时机逃了出去 一场战局就此结束 阿智把盗妹带回了黑帮家 经过这次的事 她决定亲自照顾盗妹 她向众人宣布 此话一出 立马遭到了手下的反对 然而阿智心意已决 她无法再忍受盗妹 受到一丁点伤害 她向盗妹解释 这是唯一能让你 留在我身边的办法 有个旁边的事 这是最大悲惧 你能够三个公 新婚当夜 这对夫妻却隔着一米的距离 可两人都露出幸福的笑容 第二天 新上任的妻子 细心地帮丈夫整理西装 阿智忍不住把她圈入怀中 正要吻上心爱的女人时 不料堂弟却突然出现 好事被打断 阿智想打死堂弟的心都有 盗妹整理完后 便四处寻找阿智的身影 可不管走到哪里 都能看到一群保镖 盗妹顿时有些不习惯 阿智安慰她 过段时间你就会慢慢适应了 还告诉她作为妻子的责任 得知要给丈夫搓背 盗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两人回去时 又碰上了堂弟 堂弟调侃着两人争恩爱 阿智丝毫不介意在她面前 撒一波狗粮 不料这一幕被小茶撞见 气坏的她上前就给盗妹一巴掌 阿智立马拽住了小茶 命令手下先把盗妹带走 自己则独自一人 面对上门兴师问罪的茶妇 阿智告诉她 等一年过后她就会迎娶小茶 而且这次铲除了剑衣 你也有利可图 茶妇思索许久便答应了她 阿智为刚刚的事向盗妹道歉 盗妹却说一切都是自己找 阿智心疼地俯着她的发丝 又深深拥抱着她 带着强烈的自责和拗呼 盗妹不愿见到她这样 只能逃离她的怀抱 但她还是配合着阿智 两人盛装打扮 出席了家族宴会 阿智再次郑重地介绍了 盗妹二夫人的身份 盗妹展示着 这段时间以来学习的成果 看到如此端庄典雅的盗妹 阿智的手下终于接受了盗妹的身份 接着盗妹在庸人的指引下 贴心为阿智准备了换洗的衣服 却发现里面缺少了内裤 既尴尬又疑惑 正想询问原因 阿智却突然出现 盗妹压下心中疑惑 让阿智先去洗澡 可阿智却开始装可怜 说自己全身都是伤口 希望盗妹可以帮她搓背 还怕她不信正要脱衣服 盗妹及时制止了她 她简直拿耍无赖的阿智没办法 于是便答应了她的要求 她细心帮阿智擦拭着背部 生怕弄疼了她的伤口 好不容易结束了这尴尬的举动 可又在男人强烈要求下 贴心地帮她 穿上提前准备好的衣服 盗妹十分害羞地完成这一切 她让阿智先出去 自己要去洗澡 怎料阿智害怕两人假夫妻的身份 被堂弟拆穿 这样她就无法保护盗妹的安全 盗妹这下再也没有拒绝她的理由 于是浴室里出现十分暧昧的一幕 盗妹想快点结束 但阿智却希望时间能停止在这一刻 两人从浴室出来后 阿智看着美丽动人的盗妹 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渴望 黑帮老大正要吻上心爱的妻子时 可脑海中却突然浮现出 妻子被坏人欺负的画面 她顿时感到很心痛 自责不该在这时候冒犯她 她虔诚地向盗妹道歉 离开时还不忘叮嘱她好好休息 阿智绅士的举动 让盗妹觉得自己的心越发不受控制 第二天 阿智温柔地帮妻子梳理头发 并告诉她 你已经有丈夫了 所以不适合再编辫子 接着还把提前准备的 百万零花钱让盗妹随便花 为了能和妻子无时无刻在一起 阿智搬来了两张桌子 怎亮手却不小心弄伤 看到盗妹担心自己的模样 阿智觉得心里暖暖的 盗妹这才反应过来 阿智在耍自己 瞬间有些生气 为了哄妻子开心 阿智拿出传家项链 再次给妻子戴上 这颗项链就像自己的心一样 永远都会陪伴着她 这番甜言蜜语的话 让盗妹的心里泛起一阵涟漪 他们互不打扰地工作学习着 当阿智听到盗妹喊她亲爱的时 她十分开心地询问缘由 怎料盗妹却说 不是你让我这样叫的吗 阿智顿时感到一阵失落 两人就这样简单地相处着 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味道 妻子去上学时 阿智都会贴心地替她准备了午餐 看着她平安地离开 阿智才能安心 盗妹到了学校后 尽管同学们都以一样的目光看向她 但她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 不料扭曲的小茶又开始作妖了 她先让人拖延住保镖 趁机教训着盗妹 先是凶猛地一巴掌 又狠狠掐住她的脖子 没想到盗妹竟然会反抗 这下彻底惹怒了小茶 就在她要毁掉盗妹的脸时 幸好保镖及时出现 才制止这场悲剧 得知消息的阿智飞快地赶来 紧紧地搂住了盗妹 轻声细语地安抚她 一路上都照顾着妻子的情绪 为了能让她快点忘记这糟糕的事情 她特意在盗妹生日这天 精心为她种下一片金斩花 盗妹激动地抱住了她 情到深处 阿智深深地吻向妻子 接着她便带着盗妹去约会 得知盗妹十分想念家 阿智便安慰她 等以后我有时间 会陪你一起回去 盗妹发现阿智的甜言蜜语 真是信守拈来 可阿智却说这话只对你有效 两人都沉浸在幸福的喜悦里 却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原来小查知道两人约会的事情后 便派出了杀手弄死盗妹 双方顿时展开一场激烈的枪战 黑帮老大替妻子挡下致命一枪 医院里 她正被奋力地抢救 可突然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手术室外 盗妹寸步不离地等待着 堂弟安慰她不要太过于担心 经过十个小时的手术 阿智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也因为失血过多导致昏迷 于是盗妹没日没夜地照顾着阿智 她希望阿智醒来 第一眼就能看到自己 看着还是昏迷不醒的男人 她不禁流下了难过的泪水 苦苦地哀求着阿智能快点醒来 殊不知阿智的意识也在不断挣扎 一边是死去的父亲 一边是最爱的女人 这下她彻底崩溃了 可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爱人 盗妹顿时喜极而起 阿智告诉她 自己昏迷时总是能听见她流泪 她怕自己再不醒来 盗妹就会离她而去 她动情地吻上盗妹 只是这甜蜜的时光没持续多久 就被突然闯进的堂弟打断 盗妹只好先行离开 其实她只是个平凡的女人 实在不能接受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 无奈她爱上了黑帮老大 她只能在回国前 珍惜和阿智在一起的每段时光 即使面对小茶的挑衅 她也不会再退缩 一大早盗妹亲自为阿智准备药粥 怎料又碰到了现殷勤的小茶 盗妹并不想与她起冲突 只要阿智能好起来 她都能忍受 几天后 已经痊愈的阿智 回家后的第一时间就去找盗妹 从离开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从庸人口中得知盗妹不舒服 她便急忙跑到两人卧室 当她打开房门时 眼前的一幕让她十分的震惊 无数的指星星悬挂在屋内 她顿时看得入了闪 这时一张卡片吸引了她 没想到里面竟写着一首情诗 原来那天盗妹整理东西时 发现了无数张自己的照片 那时她以为阿智是在拍风景 没想到竟是在拍自己 又看到了抽屉里的一堆指星星 她不敢置信 阿智爱自己竟是如此之深 所以特意准备惊喜给她 她向阿智坦白 自己没有男朋友 看到你为了救我而受伤 她感到十分的难过 她不想再逃避自己对阿智的爱 阿智很开心听到她向自己告白 两颗心也终于在这一刻 紧紧相连在一起 她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肩膀上 两人也在这一刻 确认了彼此那颗炽热的心 接下来的画面不好看 让我们直接跳到第二天 盗妹收到了阿智 特意给她准备的精美和服 当看到盛装打扮的盗妹时 阿智痴迷的眼神久久无法挪动 感叹她真美 接着阿智准备去换衣服 紧随地盗妹看到尴尬的一幕 顿时吓了一跳 可阿智却总想逗逗她 明明昨晚他们已是夫妻了 没想到妻子还这么害羞 面对阿智的甜言蜜语 盗妹简直拿她没办法 两人整理完后 便和堂弟一起 赴约去她未婚妻家 盗妹第一次以二夫人的身份 出席这么重要的场合 她不免有些紧张 但更令她没想到的是 堂弟的未婚妻尤美 在准备食材的时候特意刁难她 无论她想要怎么帮忙 尤美都对她爱达不理 说话也阴阳怪气 盗妹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了她 但还是不想与她起冲突 看到她煮味增汤的方法不对 盗妹在一旁善意地提醒 怎料尤美就是跟她对着干 盗妹有些不知所措 宴席上 阿智发现盗妹脸色苍白 正询问缘由 不料堂弟突然被呛到 堂弟十分的不好意思 她让众人尝一下味增汤 这汤不仅嫌还没有味道 盗妹立马向他们道歉 都怪自己厨艺不惊 才会出现错误 她为了弥补过错 连忙跑回了厨房重新再做一次 尤美不明白 她为何要替自己承认错误 盗妹却说我也有责任 尤美顿时有些看不懂她 她本来对盗妹印象就不好 明知道阿智有未婚妻 她还是不要脸地凑上去 盗妹向她解释 自己成为二夫人的前因后果 尤美这才知道自己误解了她 她前程向盗妹道歉 善良的盗妹原谅了她 两人也在这一刻 成为彼此的好姐妹 宴会结束后 阿智很心疼盗妹这段时间的辛苦 于是决定带她去旅游 为此还特意提前准备了攻略 一路上 盗妹展露了久违的笑容 他们在寺庙下前程的祭拜 留下美好的足迹 也一起去乘船看海 走遍四周美丽的风景 此刻两人都享受着 难得惬意的时光 因为不久过后 阿智又开始忙碌起来 堂弟查出了死对头剑衣 居然和茶妇勾结在一起 当初盗妹被绑架 便是剑衣和小茶的计谋 阿智十分震惊 为了弄清他们的关系 她决定去茶妇家调查 但她不希望盗妹误解她和小茶 盗妹说自己对她十分信任 因为她相信阿智对自己坚定不移的爱 可命运总是捉弄人 爱慕阿智已久的小茶 怎会轻易放手呢 老婆发现老公的衣服上有唇印 最近她也总是夜不归宿 尽管她不断地洗脑要相信丈夫 但她总是魂不守舍 堂弟看出她心不在焉 问她怎么了 然而倒昧只是随意敷衍 便转身离去 她心里十分不舒服 因为不知为何 阿智最近对自己很冷淡 不管自己要帮她做什么 都会被她拒绝 躲在暗处的堂弟恰好看到这一切 于是趁阿智洗澡放松警惕时 特意为嫂子出一口恶气 阿智明白其中的缘由 但她也很无奈 原来这些天她一直都在照顾小茶 为的就是找到查复和建议勾搭的证据 她不想让道妹胡思乱想 所以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堂弟劝她还是把事情真相告诉道妹 她相信嫂子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阿智看着落寞的道妹 思索许久决定向她坦白 道妹明白她作为黑帮首领的不容易 而且她能感受到阿智对自己的爱 所以她下定决心要相信阿智 两人解释了种种的误会 感情也更胜从前 怎料第二天 小茶趁阿智不在家 得意洋洋向道妹炫耀 阿智衣服上的口红印 还以自己未来大夫人的身份 教训着道妹 道妹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阿智 反而深深地藏在心里 可一向细心的阿智看出她的不安 正要解释自己和小茶没什么 却被道妹打断 她根本不想再听这个 因为她的脑海里 不断回想起小茶今天所说的话 此刻的她只能依偎在男人宽厚的怀抱 试图安慰自己那颗受伤的心 阿智不想让妻子再难过 决定尽快结束调查 这天她以商量婚事为由 趁机拖住了茶妇和小茶 而堂弟找准时机偷偷潜入 把一袋毒品放在茶妇家里 接着跟警察理应外合 趁着警察搜寻之际 阿智来到茶妇的办公室 经过一番查找 终于发现了关键的证据 可惜无法将她带出来 于是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 阿智和堂弟决定深入护血 这边的道妹收到了家人的信 距离她回泰国没有多长时间了 一想到不久后便要离开阿智 她顿时心如刀割 又从保镖口中得知 阿智要出动黑帮家族铲除剑衣 她深感无奈 明白自己无法阻止 因为阿智作为黑帮首领 有自己的使命 她只能给予阿智深深的鼓励 怎料离开时 她感到头晕目眩 幸好阿智扶住了她 阿智小心翼翼地把她抱在床上 嘱咐她不要过于紧张 自己一定会平安归来 此时两人都没想到 一条小生命在道妹肚子渐渐成长 这是我见过最黏人的黑帮老大 刚回家就迫不及待跟老婆搂搂抱抱 甜言蜜语更是信手拈来 妻子害羞地让她去洗澡 可她离开时 还是忍不住站下妻子的小便宜 连庸人都不禁感叹 首领真的爱夫人爱得死去活来 道妹十分熟练地帮阿智穿上衣服 如此甜蜜的婚后生活 让阿智真的一刻也不想离开道妹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今天是黑帮家族重要的日子 阿智不希望道妹像妈妈一样难过 可道妹紧紧抱住了她 她要学会坚强 等阿智胜利归来 阿智也向她郑重地承诺 给她一颗定心丸 阿智召集了手下 为了保护这座城市 他们必须战斗 一番颇有气势的誓言后 正准备离开时 道妹突然出现 原来她给众人送来樱花手帕 寓意着平安归来 她还特意交代堂弟保护好阿智的安全 道妹一一不舍送别了阿智 她虽然担心却也只能等待 但做什么事都无法集中精神 夜幕降临 阿智跟手下部署好一切后 等待时机把剑一一网打尽 很快双方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经过十小时浴血奋战 最终以阿智胜利结束战局 然而又被剑一再次逃脱 当道妹看到毫发无损的阿智时 她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安定下来 阿智告诉道妹 当年堂弟和自己父母的死 都是查妇一手策划的 现如今剑一还故意栽赃嫁祸 她杀死了查妇的儿子 阿智自责真不应该让剑一逃走 不久后查妇为儿子举办了葬礼 尽管十分危险 阿智还是前去参加 儿子的死让查妇终于卸下虚伪的面目 直接向阿智宣战 阿智趁机宣布取消和小茶的婚事 两大家族的战斗一触即发 儿子从那次后 道妹发现阿智变得越发的奇怪 像是在策划什么却不告诉她 阿姨劝她不要多想 心有灵犀的阿智知道老婆不安 于是特意带道妹出去游玩 还准备惊喜给她 阿智掏出了提前准备的戒指 戴在了道妹的手上 阿智以为道妹会接受 没想到道妹拒绝了她 她不明所以 道妹却说自己只是个平凡的女人 她不想一生 都在打打杀杀中度过 她把象征两人的定情信物 还给了阿智 他们明明很相爱 可女孩却拒绝了黑帮老大的求婚 甚至搬出了她的家里 在外人面前她假装坚强 但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总是回想起昔日的美好 可她知道两人再也回不去了 然而她还是低估了黑帮老大的决心 得知道妹最近总是头晕 阿智终究放心不下来看望她 许久未见的两人都略显尴尬 道妹先开口向阿智道歉 她不接受阿智的求婚并不是不爱她 她只想过平静的日子 阿智明白道妹的担忧 她向道妹承诺 等铲除了建议和查复 就会卸下身份和她一起回泰国 她希望道妹能跟自己回家 可道妹却再次拒绝了她 阿智深知自己黑帮的身份 不能给予她足够的安全感 于是她决定放手 可没想到道妹突然去了医院 担心的阿智急忙赶来 却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原来是建议抓走了道妹 以此来要挟阿智 她对道妹美色垂涎已久 能动口绝不动手 道妹拼命地反抗 身下却流了血 她还没来得及享受当母亲的喜悦 孩子便离开而去 这边的阿智从保镖口中 得知了道妹怀孕的消息 这下她彻底慌了 害怕建议伤害道妹 于是她再次召集了手下 要和建议决议死战 夜幕再次降临 两方人马一言不合开打起来 阿智带着另一批人营救道妹 建议嚣张地向阿智炫耀 她的孩子已经去了天堂 阿智没想到建议这么卑鄙 这下再也藏不住心中的怒火 和建议撕杀起来 建议根本就不是阿智的对手 最终惨败在阿智手里 阿智急忙抱起昏迷的道妹 关切询问她的情况 可道妹却十分愧疚 自己没有保护好孩子 阿智并没有责怪她 她想带道妹去医院 但道妹因为刚刚一场爆炸 早已支撑不住了 正当阿智拼命叫醒道妹时 等堂弟和手下赶到 忽然楼上传来强烈的爆炸声 堂弟不愿意相信 可阿智还是离开了他们 一周后 悲痛万分的道妹 给阿智举报了丧礼 她错把堂弟当成了阿智 在她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她无法承受 孩子和丈夫一起离开的事实 于是她逃离伤心之地 回到了泰国 道妹种下一大片的葡萄 圆了阿智和自己的梦想 就在她四处巡查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她面前 她不敢相信阿智居然没死 她紧紧抱住了阿智 感受着阿智那颗为她跳动的心 原来当初保镖为阿智挡下致命一道 她用自己的生命 成全了阿智和道妹的爱情 而唯一知道真相的只有保镖的父亲 阿智感谢保镖给自己新生命 经历了生离死别 两人终于幸福地在一起 他们也在这片美丽的葡萄园下 见证致死不渝的爱情 另一边阿智家族的首领位置 传到了唐帝手里 而属于唐帝和未婚妻有美的爱情故事 这才正式开始